在那名叫西门吹雪的男子,一步一步慢慢从冰封底下走到虚空之时,周围的邪道高人都如见了瘟神一个个散开,在空中空出一大片空地来。 玄名册?就是那本传言是名誉圣尊所创的武学,各种版本的玄名册流转不下几十本的玄名册。 七门春雪漫步惊心道,一头长长的白发从头顶垂下,将脸遮住。 怎么,你也想要? 那阴阳散人讥讽道,哼哼,原来大家倒是一路货色,谁也不比谁差。 就凭你,也敢跟我比? 七门春雪淡淡地瞥了一眼阴阳散人,阴阳散人一怒,马上又壮胆道。 七门春雪,你不要欺人太甚,就算你是唯一挑战破灭道主,而不死的唯一一人。 风云无际暗暗观察,发现这名叫做七门春雪的怪异白发剑客出现之后,整个场面都被他压住了。 这些心性孤傲的邪道高手,似乎对他十分惧怕。 七门春雪瞧了一眼风云无际,风云无际立刻感觉到了被他身藏的那股浓重的剑意, 那出有若实质的剑意,只有在他目光之中才会流露出来。 太古高手众多,但风云无际一路行来,每一个人的气息都流露无遗, 更有些存在,气息浩瀚无比,其强大之处,即便连靠近也是极为困难, 却极少有人像他这样,把全身的剑意都收敛在体内, 没有一丝泄露体外,除了双眼。 风云无际顿时好奇心大吉,再仔细看, 赫然发现,这名叫西门春雪的剑道高手,一举一动,都似乎有着某种规律, 他每一次双臂摆动的力量,基本都是借助惯性来完成, 他每一次迈动步伐,都是借助着锋利。 这人虽然和大家一样漫步虚空,但他的功力消耗都远远少于助人。 认真的说,此人似乎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习惯。 即,不管干什么,都要以最节省体力、争气的方式去做。 他手中的玄冥策是你的吧? 西门春雪回过身来,对风云无际道。 确实是从我怀里掉出去的,西门春雪转向月魔没有说话,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,但要表达的意思却已经明白无误。 月魔站在那发呆,一会儿摸摸怀中的玄冥策, 一会儿又惊惧地看着西门春雪挂在腰间的长剑, 脸上露出了挣扎的神色。 半婶儿,月魔的手终于伸向怀中,恐惧终是战胜了贪婪。 慢,这玄冥策乃是我先发现, 你一来便要要走,哪有这么容易。 斩破手突然出声阻止道, 西门春雪突然回头,腰间一抹寒光拔起,惊鸿乍现, 众邪皆是脸上无色,那满天寒光令天地为之色变。 那么令天地为之色变的剑光来得快,去得也快, 一瞬间便以静接脸去。 西门春雪白跑舞动,一柄三尺长剑, 正指着斩破手的咽喉, 而斩破手那两根可以夹断金玉的手指, 还保持着向上张开的姿势。 快,太快了。 在场没有一个人看清西门春雪是如何初剑的, 剑光乍起便以指指咽喉, 斩破手那两根引以为傲的手指, 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。 在场助人或者功力比风云无际高者不少, 但剑道上的修为却没几个能比得过风云无际。 以风云无际的修养, 自然看出这奇怪男子西门春雪初剑速度已经达到人所能达到的极限。 出手先后, 对他这种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, 什么抢占先机对此人根本无效。 一剑西来, 天外飞先。 我只会一招指出一剑, 只要谁能接得住我这一剑, 一本玄冥册就是你的了。 西门春雪淡然道, 然后慢慢地收回了长剑。 当真! 阴阳散人瞧了一眼斩破手, 惊疑道。 当真! 好! 然而阴阳散人这爽快的话还未说完, 便听见身判传来咕咕的声音, 寻寻望去, 却见斩破手一手捂着咽喉, 一手指着西门春雪, 眼睛瞪得大大的, 那咕咕的声音正是从他喉中发出。 你有什么意见? 斩破手! 阴阳散人瞥了一眼斩破手, 冷然道。 你! 你! 斩破手脸中满是恐惧, 在众人惊骇的眼中, 斩破手捂住喉咙的手掌中, 大量的血水咕咕而出, 那颈上一颗头颅猛然像一侧偏, 从肩上滑了出去, 一股血水从那光滑的断颈之处, 猛然喷出, 然后他那直挺挺的尸身, 才从半空中摔下。 西门春雪那一剑最为刺中他的脖子, 但剑气已经割断了他的喉咙, 在场助人都以为西门春雪见下留情, 却不知那斩破手在片刻前便已是死人一个了。 一股清风在空中吹过, 掀起了几片雪花, 一股寒意笼罩整个幽冥风, 所有目睹这一幕的人不禁在心里面打了个寒净, 阴阳散人脸上的得意已经荡然无存, 只剩下无尽的恐怖。 呵呵, 那玄冥策我不要了。 阴阳散人仓皇道, 脸白若止薄。 阴阳散人连同他身后那七人齐齐向后退去, 但西门春雪却是看都未看他们一眼。 小心! 西门春雪此时正好背对着阴阳散人等人, 从风云无际的角度正好看到了阴阳散人奔逃途中忽然回过头, 露出一个猙獰的笑容, 同时回身弹出一记闪烁的黑芒。 眼见的黑芒一转眼便已设置离西门春雪不足一尺的地步, 但西门春雪依旧一动为动, 风云无际不禁着急起来, 然而怪事发生了, 那粒小指大小的黑芒在离西门春雪三寸左右突然左右分开, 分为两半, 接着又自上下错开, 又分为两半, 一半, 一半, 又一半, 那粒黑芒居然硬生生的一分为数千上百个黑点自散开去, 砰砰砰, 那一点点黑芒射入一座座冰封, 所处之处完全粉碎, 就在此时, 西门春雪突然回过身来, 右手握住的剑柄处, 蹦射出冲天剑气, 那剑气乍现寄连, 但数百米开外, 阴阳散人等人突然顿住, 接着身体便如那粒黑芒一样分为几半, 砸落一盆鲜血, 自半空落下, 给你, 月魔一把抛出那炙手可热的玄冥策, 如同抛掉了一块烫手的山芋, 随后头也不回, 几个闪落, 消失在茫茫的山峰之中, 西门春雪手一抬, 那本玄冥策便积涉到他的手中, 你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, 听到西门春雪的声音, 重邪争相奔跑, 片刻间便跑得干干净净, 如同从未出现过一样, 风云无际不仅感叹, 这西门春雪之威竟然一掷若私, 给你, 对于重邪拼头争抢的玄冥策, 西门吹雪, 气弱碧驴, 竟然是桥也为桥上一眼, 第二十二章, 柳絮随风申法, 为什么? 带助邪走得干净, 风云无际问道, 什么, 为什么? 西门吹雪抬头, 看着风云无际, 一举一动之间, 自有一股潇洒散漫之意, 为什么要帮助我一个陌生人? 风云无际并不认为对方会无缘无故地帮助自己, 西门吹雪弹指一抛, 那重邪争的头破血流的玄冥策, 便被他抛向了风云无际, 随后转过身, 自顾自, 踏向虚空, 向远处走去, 因为, 你也是一个剑客, 西门春雪的声音从前方悠悠地传来, 带着一股难言的寂寞, 因为我也是一个剑客, 风云无际细细地品味着这句话, 待在抬头时, 已经看不到那名神秘的剑客了, 这个少年今后在幽冥峰有我照着了, 谁人敢动他便有若此风, 西门吹雪的声音像幽魂一样在幽冥峰上空飘荡, 但风云无际却知道那只是他事先留音罢了, 那话音一落, 一抹剑光从天边袭来, 乍现祭连, 两久再无声音, 四野里一片静悄悄的, 轰隆隆隆隆隆, 突然, 风云无际前方, 一座千丈高的山峰突然齐腰而断, 山腰以上的部分从山体上斜斜地滑下, 摔落山谷, 回音两久方回, 天地更加寂静于消冷了, 只于呼呼的风声在空中转来转去, 只会一招, 只出一剑, 剑道至此可谓是达到了顶峰, 风云无际静静地站在空中望着西门吹雪的离去方向, 突然有了一种名物, 这人修剑已踏入一个偏道, 而且已修到这种偏道的极致, 修剑至此已无所谓正确于否了, 此人声称只会一招指出一剑, 但这一剑又有何人敢打? 一招即出, 一剑即地, 不死敌死, 便是我亡, 这乃是杀盗之剑, 西门吹雪出剑的情形, 风云无际是想自己面对这一剑的情形, 一抹剑光横空出世, 冷汉自额头滚滚而落, 这一剑, 风云无际自认是必死, 这一剑已经强悍到完全无视对方的招式, 一招必敌的境界, 这人到底是何人, 居然可以把剑修到这样害人听闻的境界, 风云无际喃喃道, 仰手向天, 一时发起呆了, 两久, 风云无际叹息一声, 向着南方而去, 这个冰雪的世界, 不适合他呆了, 路上经过一座座山峰, 无数道神石在他身上扫过, 马上潮水般退去, 西门吹雪之威, 竟然一掷若私, 半天后, 风云无际终于走出了这冰雪的世界, 站在雪域边缘, 一半是冰雪, 一半是那苍茫的天地, 而在冰雪与大地之间, 一道灰色的身影傲然而立, 那灰色身影转过身来, 一头灰色长发飘起, 露出一双没有一点黑色的眼白, 那人微笑着, 看着空中踏步而来的风云无际说道, 我们又见面了, 在这人转过身的刹那, 风云无际心神狂震, 是你, 破灭虚空殿, 诱护法, 灰炮人点了点头, 缓缓地伸出右脚, 踏上虚空, 一眨眼间便从原地消失, 出现在风云无际身前, 不足实障之处, 这种由激净到激动的变化, 让人难受至极, 你没死, 道主很生气, 破灭虚空殿, 诱护法的语气, 没有一丝起伏, 就像一句没有思想, 没有感情的行尸走肉, 风云无际冷哼一声, 哼, 你倒是聪明, 为何刚刚不动手, 却等到我快离开这里, 才出现, 莫不是聚了西门吹雪, 灰袍人很坦然地点点头, 默然道, 他的剑道太极端, 我不想和他拼命, 也没有必要, 你出手吧, 风云无际不欲再多言, 既然明确对方的意志不可动摇, 则是准备随时应对对方的攻击, 灰袍男子抬起头, 默然地看着风云无际, 长剑从右边宽大的袖袍中递出, 长剑虽未出窍, 但风云无际却听到了一声轻悦的剑鸣, 一柄灰色剑鸣从空中弹出, 破灭虚空垫的诱护法已经消失在原地, 没有细看, 灵石之中感觉到一抹犀利的剑光已贴近身体, 风云无际长吸一口气, 身体立即变得轻弱止血, 随后向后荡去, 风云无际原本立身之处, 破灭虚空垫的诱护法陷出身来, 他右手倒握着剑饼, 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拿着剑, 灰袍护法抬起头, 眼中闪过一抹奇异的光芒, 随后头微一滴, 风云无际一方, 又一个灰袍护法出现, 一剑向上一抹, 一道灰蒙蒙的剑气, 何空至此, 但风云无际的柳絮随风身法, 已能时成时的发挥威力, 只是一丝的锋利, 便已让他借势飘荡开去, 那么剑气则是斩空, 诱护法常见一收, 向身判一扫, 辨字不动, 风云无际已感觉到, 那只是一句残影, 他本身早已不在原地, 身后一缕剑气, 无声无息的席致, 但仍旧从风云无际下方吹过, 一剑又一剑, 连绵不绝, 那剑上散发的古怪雾气飘散开来, 在空中带着一股腐蚀的味道, 虚空之中出现了十多个灰袍人, 一个灰袍人刚刚消失, 又有更多的灰袍人生成, 每个灰袍人都保持着一人不同的灰剑姿势, 然而更加诡异的, 却是风云无际, 那已不是人体所能做出的动作, 身体曲折飘荡, 便真如一张纸般, 按任意角度折取, 诱护法上千件出手, 却是连一件都没有得手, 你这是何种武学? 诱护法的声音在空中回荡, 一字吐出, 另一字却又换了一个方向, 风云无际从这人语气中, 首次感到了一丝情绪的波动, 那是一种极度的郁闷与无奈, 柳絮随风身法, 风云无际随口道出, 突然之间, 满天的幻影消失殆尽, 风云无际身侧不远处, 灰衣男子出现, 一袭宽大的灰袍, 随风舞动, 有此绝世身法, 你已立于不败之敌, 我的剑再强, 也无法伤你, 说吧, 随后一抬, 那抛出的剑鞘从地上飞起, 尽直, 没入他手中, 苍, 长剑入鞘, 灰袍男子头也不回地, 向幽冥峰深处走去, 待我收敛剑气, 再无一丝风气泄出, 自会再来找你的, 声音渺渺, 但人踪已无, 第二十三章, 大自在不动根本印, 你就是风云无际, 风云无际刚刚翻过了一座青山, 眼前人影床床, 突然出现十多名身着白衣, 面目冷峻的男子来, 你们是谁, 为何拦我去路, 风云无际喝道, 那十二人自动散开, 隐隐围死了风云无际的去路, 没错, 大哥, 按照传言, 玄冥策应该在他手上无依, 另一名白袍男子看了风云无际, 高声道, 玄冥策, 你们是为了玄冥策而来, 风云无际惊一道, 没错, 果然是他, 那围首之人一声断鹤, 十二人身行连弹, 已然将风云无际围住, 闷鹤一声, 这十位刀屿中人长袍飞舞, 体内蹦出一道道霸道的气息, 十二股无形刀气纵横交错, 完全封死风云无际所有的活动空间, 无形的压力, 有如泰山一般压在肩上, 硬生生将风云无际向下压去, 压, 风云无际猛喝一声, 无批剑翼从体内蹦出, 硬生生扛住那十二人的刀气, 哼, 下去, 十二人大赶脸上无光, 猛然大喝一声, 全力释放出刀气, 架着风云无际, 硬生生向地面坠去, 哼, 如同流星一般, 十三人坠落地面, 轰开了一大块泥土, 你不要妄想逃脱, 刀与中人要做的事, 还从没有人能反抗, 唯一手的刀道高手盯着风云无际, 愣喝道,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? 风云无际怒喝道, 十二个人本来每一个内功都不比他差, 再联手, 根本是他无法抗凤的, 此时, 风云无际的一双腿, 已牢牢陷入了地面内, 刀气以间隙, 互相牵制, 让他根本无法脱身而出, 啪啪啪, 一阵鼓掌之声, 从侧方传来, 中人抬头看去, 却见一面目俊秀的男子, 正慢慢从虚空中走来, 哈哈, 刀狱之人, 果然是好手段呢, 这次为了玄冥策, 居然派出了刀狱十二纲, 前来捉拿一个修武部族三年的新人, 哈哈, 果然是好手段呢, 魔狱中人, 你们来干什么? 那十二人中, 走出一浓眉大眼的男子, 怒视着那人, 你们干什么, 我们别干什么呀? 这男子, 我们魔狱要了, 滚! 那威猛叨到高手猛喝一声, 右手一按在刀鞘之上, 一字一顿地道, 或者, 死! 死字一出, 十二人同时快速向外均匀散开, 依旧将风云无际围在了中间, 同时, 十二道寒光从刀鞘中暴起, 无匹刀链直朝那名魔狱神秘高手, 以及他身后出现的六名男子批去, 魔狱男子脸色一变, 客道, 快退, 脚下交错晃动, 向后退去, 同时一掌轰出, 一道潮水般的黑雾从拳头上轰出, 直冲那十二道无匹刀鞋而去, 无匹刀鞋如同割布匹一样, 将那黑色的雾气割开, 一人向前劈去, 但经过黑雾一组, 那魔狱六人已稍稍赢得了一点时间, 闪出了刀势的范围。